现在外面是零下15度 房车里呢也得将近那下10度 昨天房车啊电量已经不足了 所以呢没有打暖风 只打了一个电热毯 看我的车玻璃上 结这么厚一层冰 你得把窗帘拉开 才能看到外面的雪有多厚 这是我们车里放的饮用水 还没有打风呢 都已经冻成冰茬了 房车的水箱呢 早已经让我们给放干了 因为在这个季节已经用不了了 因为怕冻上 我们呢用水都是现用现打 这个呢就是在那个维生间打的 打了一桶水 这里呢热水呢只能用烧的 好几天没有洗头了 我打算去洗衣头了 房车呀在冬天用水 其实还是挺不方便的 如果呢有一个防冻的水箱就好了 洗洗脸 该干净干净了 一会再洗洗头 我已经三四天没有洗头了 看我这个头发呀 看看外面这个雪 这么厚 老冷了 哥呀 你把你那个卡式炉拿出来 咱煮点面吧 卡式炉啊 卡式炉在这边 说老冷了 你看我哥大鸣大面鞋 踩着更大个饼 这边咱煮点面吃 房车里的店不是特别的足了 我们先冲一会儿 看看我哥那个面煮的煮好 哥你这面煮好没呀 马上了 咱那个是高配还是低配的呀 咱们这是顶配 有香肠有蛋 好馋啊 我哥煮的面好了 我给你找个店啊 找个店 把嫂子拿一下 好 放这 你等到这边来点 对 好嘞 哎呀哥你整这么大一盆 能吃了吗 能 我是谁 妈我跟我好像喂猪 我跟我嫂子音也就两碗能撑死了 好我哥的车呢已经放在了营地 我哥现在开着我这个房车呀 我们打算去市区溜的一圈 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一会儿再去买个手套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满洲里 这里呀是一条商业节 这块呢卖的都是中俄蒙三样的东西 一会儿我去里面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这边啊实在是太冷了 逛了一会儿呢 全身都已经被冻透了 我呢买了点进口的食品 一会儿回房车里吃 满洲里欢迎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